下边我们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失踪型策略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EB系列的计划公式 这个失踪型策略 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 失踪型策略所讲到的 那个平衡公式 其中的就讲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式呢 就是稳定一些流动资产 加上什么 加上长期资产 等于兼有一些流动负责 加上长期负责 加上股东权益 对吧 这个公式 这个平衡公式 那么根据这个公式 请大家看一下 一座钱花是营业低股时的EB系列 你想一想 因为低股时的EB系列 变现率 这个公式怎么写 我们就不写出来了 我们说要有低股时的EB系列 就等于兼有些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除以负墓是什么 除以负墓 稳定一些流动资产 对吧 那么你根据高层的公式呢 你现在把那个 党时左边的长期资产 你给他移动 那个党时右边 变成什么了 不就变成了 稳定一些流动资产 就等于 这样一些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又解去一个长期资产 是不是 而要有低股时的EB系列 是等于 兼有些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再除以一个 稳定一些流动资产 因为要有低股时 我们说 它是没有 剥多性流动资产 所以对于 斯庄型策略来讲 要有低股时的EB系列 的方式是等于 方母的 所以 所以 斯庄型 策略下 由于低股时的EB系列 是等于1 那由于低股时的EB系列 等于1 那自然就想象到 由于高峰时的 EB系列 由于高峰时的EB系列 一定是大于1 还是小于1 我们说 既然由于低股时的EB系列 等于1 由于高峰时的EB系列 不用算也知道 肯定是 小于1 这个高峰 我们不是前面 跟同学们讲了吗 那由于高峰时呢 我们说EB系列 风母 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 波多性流动资产 风母变大了 风时肯定是变小了 因此我们说 由于高峰时的EB系列 一定是小于1 这个结论呢 要求大家掌握了它 掌握了以后 就为我们以后做题呢 提供了好多的方便 失踪型策略之下 由于低股时的EB系列 一定是等于1 由于高峰时的EB系列 一定是小于1 对吧 那么我们 再请大家看一下 保守型策略 又是个什么情况 也是回到保守型策略之下呢 不等待 不等待 我们说在保守型策略之下 稳定型流动资产 加上了长期资产 我们说是小于还是大于啊 我们说是小于 经营性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资产 加上股东权益 就是在保守型策略之下呢 我们的长期性的 长期性的资产占用的资金 小于啊 小于 这个 长期资本来源 或者反过来来讲 这个长期资本来源 是大于长期性资产占用 所以有一部分 长期之间的结语 把这部分长期性的 之间结语 由于满足什么 由于满足了 这个 波多血流动资产 占用之间的不足 所以有这样一个不等事 那同样你想一想 由于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由于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是一种什么情况 由于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请大家看一下 还是围绕这个不等事 我们把这个不等事 左霸部分的长期资产 给你一道这个不等事的右霸部分 一过来以后 不等事右霸部分就变成了 现在一些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解去一个什么 长期资产 对吧 那么由于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等于什么呢 我们说就到于 建议下流动负责 加上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除以一个稳定下流动资产 你把上边移下以后 那个不等事 不等事 左右两边呢 同时处于一个稳定下流动资产 同时处于一个稳定下流动资产 处于一个稳定下流动资产 那么这个不等事 这个不等事 右边的就变成一了 左边呢 那不就等于是易变线率的计算公式吗 就建议下流动负责加 长期负责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除以一个 除以一个稳定下流动资产 所以我们说 由于低谷时的易变线率 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大于一的 由于低谷时的易变线率 一定大于一 那么大家说 由于高峰时的易变线率呢 由于高峰时的易变线率怎么样呢 请你看 由于高峰时的易变线率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请大家思考一下 那么 请大家看 由于高峰时的易变线率 我们说 不用算也知道 一定是 大于一 还是小于一 请大家想一想 对于保守性策略来讲 由于低谷时的 易变线率 刚才讲的是大于一 我们说由于高峰时的易变线率 不用算 也知道 一定是小于一的 为什么说 由于高峰时的易变线率 一定是小于一的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不等事 回到刚才那个不等事 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就回到 那个资产负责率 左右两半部分的平衡公式 平衡公式 大家想一想 波动性流动资产 波动性流动资产 加上呢 稳定性流动资产 再加上呢 长期资产 这是不是我们所讲 资产负责比较 左半部分的资产 左啊 对吧 资产 左啊 那么我们说 这三项资产和技术的 资产 一定是大于什么 一定是大于 建议一些流动资产 建议一些流动资产 加长期资产 加股东权益 左半部分的三项 资产和技术 代表资产总额 就是前面我们举例子 多少一个亿 右半部分呢 这里我们简简讲的是 经验性流动资产 加长期资产 加股东权益 三项和技术 也就简简指的是 长期资产来源 没有包括什么 没有包括零食性流动资产 筹筹的短期资产来源 所以我们说 全部资产在有的资产 肯定是大于 那个长期资产来源 这样的话呢 同学们想象一下 你把这个 不倒是左半部分的 这个长期资产 可以移到哪里 我们说移到右半部分 移过去 移到这个不倒是右边 这个不倒是右边 变成什么了 不就变成 经验性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解去什么 解去长期资产吗 一下以后 这个不倒是呢 大家看一下 左半部分 就是拨动性流动资产 加少稳定性流动资产 就应当大于 大于 经验性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再解去长期资产 是不是 这样我们说 不倒是左右两边的 同时除以什么 同时除以一个 拨动性流动资产 加稳定性流动资产 这样一个不倒是 不就变成这样的了吗 不倒是左边 不就变成一了吗 不倒是右边呢 不就是刚才所讲的 建议一些流动负责 加上长期负责 加上股东权益 解去什么 解去长期资产 除以负墓呢 就是拨动性流动资产 加上了稳定性流动资产 这不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边限制吗 因此呢 我们说 在保守性策略之下 保守性策略之下 原野低谷时的一边限制 是大于一的 原野低谷时一边限制 大于一的 和刚才的 失足性策略下比较 失足性策略 原野低谷时一边限制 是大于一的 而保守性策略是大于一的 那么刚才也讲了 保守性策略 在原野高峰时的 一边限制小于一 一边限制是小于一的 而失足性策略呢 我们刚才也分析过 原野高峰时呢 它的一边限制也是小于一的 失足性策略也好 它的保守性策略也好 原野高峰时的 一边限制都是小于一的 那么然后 请同学们接着思考 第三个策略 就是极界限策略 请大家看 极界限策略之下 这个一边限制怎么样 我们说在极界限策略之下呢 我们说首先也是强调 想一想那个不等式 就第二个不等式 是个什么样的不等式 请大家想 我们说应该是稳定性流动资产 加少长期资产 大于什么 我们说大于 经营性流动负责 加少长期负责 再加少股东权益 也就是长期限资产 在我之间 大于长期限的 资本来源 对吧 根据这个不等式 那你想 有一个低股时的 一边限制 也有低股时的一边限制 怎么样 同样我们说你把不等式 左边的这个长期资产 给你一道不等式 你又别 一过去以后 这个不等式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稳定性流动资产 大于经营性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再解去个长期资产 然后在这不等式 左右两边的 同时处于一个 稳定性流动资产 这样的话 我们一看就知道 处于稳定性流动资产 以后呢 不等式左边就变成一了 不等式右边 不就是他另一边限制吗 就不等式右边 不就是监约性流动负责 加长期负责 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然后再除了一个 稳定性流动资产 所以我们说 在极建性策略之下呢 要有低股市的一边限率 是小语意的 对吧 回过头来再比较比较 我们说 在四周型策略之下呢 要有低股市的一边限率 倒语意 而在保守性策略之下 要有低股市的一边限率 大语意 而在极建性策略之下 要有低股市的一边限率 是小语意 我们前面讲了 一边限率越大 意味着 企业的风险就越小 越稳健 所以我们说 保守性策略之下的 要有低股市的一边限率 大语意 四周型策略之下的倒语意 极建性策略之下是小语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所讲的 那个公式 想一想 在资产负责表 左半部分 三项资产的合计数 就是波动型流动资产 加上呢 稳定一些流动资产 加上的长期资产 我们说 这三项资产的合计数 就是资产阻额 资产阻额 怎么样呢 我们说资产阻额 当然是大于 又别等 既然有一些流动负债 加上长期负债 加上股东权益 因为右半部分呢 我们的简仅表示的是 长期资产来源 还没包括 连世线流动负债 所以全部资产 在有的之间 肯定是大于 这个长期资产来源 同样 我们说你把这个 不等是左边的 那个长期资产 给你一道 一道 这个不等是你有边 有边的就变成 经验性流动负债 加长期负债 加股东权益 解去什么 解去长期资产了 这样一下以后 你不等是 不就变成 波动性流动资产 加往电性流动资产 大于什么 大于经验性流动负债 加长期负债 加股东权益 然后再减去一个 长期资产 同样我们说 你在这个 不等是 左右两边 同时除以一个谁 除以一个 波动性流动资产 加往电性流动资产 这样不等是 左边的就变成一了 不等是 右霸部分 不就是我们 所讲的一边先例吗 右霸部分不就是 经营 流动负债 加长期负债 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负债 解去长期资产 除以父母呢 就是波动性流动资产 加少稳定性流动资产 是不是 这不就是恰好是我们所讲的 什么 一边先例 一边先例 因此 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极尖性策略来讲 这延远高峰时的一边先例 怎么样 延远高峰时的一边先例 也是效益的 而刚才前面讲到 保守性策略 延远高峰时的一边先例 也是效益的 实作性策略之下呢 延远高峰时的一边先例 也是效益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高层的分析 就告诉大家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座 延远自保的策子策略 在延远高峰时的一边先例 都小语一 都小语一 我们说在小语一的前提条件下 相对来讲 谁的一边先例更大 当然是保守性策略的一边先例大 极尖性策略的一边先例 是最小的 实作性策略是建于二者之间 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些 前期限的分析工作以后 加了一座题呢 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 说一边先例高 说明流动资产占有资金 来源的持续性强 因为一边先例 就是指长期资本结语 或者就长期资金来源 占全部流动资产占有资金比例嘛 所以一边先例高的话 当然就意味着 这个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强 那么你的短期查在的压力就小 是不是 那么这个策略是个什么策略 就是这三种 有资本策略策略大作 我们说一边先例最高的那个 那肯定是属于保守性策略 而一边先例低的话 说明流动资产占有资金来源的 这种持续性比较弱 就长期资金来源占的比例小了 反过来就意味着 零四线流动负责 从这短期资金来源呢 占的比例就大了 那么这个企业的短期查的压力就大了 是吧 所以这三种策略之下的 一边先例最低的那种策略 是个什么策略 是个极限性策略 所以从最保守的策略策略 到最极限的策略策略之间 分布着一系列风险程度 不同的策略策略策略 它们大体上分为三类 就是刚才已经分析过的 失踪性 保守性 极限性 我们的保守性和极限性是处于两端 而失踪性是居中的 下边围绕高层的口点呢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经典立体 首先请大家看单选题 同打公司实行保守性 也要用资本策略策略策略 下列有关同打公司的说法中正确的事 这是我们2021年的单选题 请大家看保守性策略 强调两个不等事 A 波动性流动资产 小于短期兼容负责 这个短期兼容负责 就是我们所讲的 叫波动性流动负责 对不对呀 我们说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在保守性策略之下呢 我们说波动性流动资产 是大于 大于临时性流动负责 也就是大于短期兼容负责 所以我们说选下S错误 B 稳定性流动资产 大于短期兼容负责 这个对不对当然不对 因为我们说根据高层我们所讲 是低股市的异别限率大于 这不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吗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 针对不同的燃油 资本的筹责策略 方便针对它 延延高峰时低股市的异别限率 而给大家做了分析了 就是如果前面的分析了 结果你理解的话 掌握的话 你做这个题就非常容易了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策刷过 说对于保守性策略来讲 所以由于低股市 我们说它的异别限率是 大于一的 学校地是对的 是不是 保守性策略 由于低股市异别限率大于一 思作性策略 由于低股市异别限率党语义 极渐性策略 由于低股市异别限率是小语义 我们讲的是 由于低股市异别限率的变化规律 然后我们又给大家分析了 由于高峰时的异别限率呢 我们说不管你是保守性策略 还是失踪性策略 还是极渐性策略 由于高峰时的异别限率都是小语义 它不能大语义 所以学校适出 因此这个题 如果你理解前半我们分析的结论的话 马上就选择出来 正确的选项是D 正确的选项是D 如果没有前半的基础分析工作的话 那么你做的选择题的时候 上了考场 你还得卸琢磨 选项C选项D 这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所以这个题 正确的选项是D 下一个题 甲工师是一家啤酒生产企业 这也是有季节性的 淡季的时候 需要占有三百万元的货币资金 两百万元的应收账款 五百万元的存货 你想一想 淡季的时候 需要占有的这三项流动资产 一千万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稳定性流动资产 一千万的固定资产 两百万无限资产 固定资产无限资产 这是属于我们所讲的长期资产 旺季 需要额位增加三百万元的 季节性存货 这个旺季额位增加三百万元的 季节性存货 这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波动性流动资产 波动性流动资产 所以建议性流动负责 长期负责和股东权 总是属于保持这两千万元 其余靠短期建块来提供资金 那么贾国式的 要用资报筹制策略是 很简单 因为我们说 稳定性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资产 合计数是多少 我们说合计数是两千二百万 长期性的资产是两千二百万 而建议性负责 加长期负责加国多权 长期性的资金来源多少 长期性的资金来源是两千万 两千万 这不就意味着 长期性的资产 那么长期性的资产战友 大于长期性的资产来源 直接缺够两百万 靠什么来解决 靠零时性流动资产 也就靠短期借款来解决 你把短期借款用于长期资产战友 你说保守还是激进啊 当然是一种极节性的策略 所以我们应当选择B 下一个题 加国是一家 季节性的生产企业 波动性流动资产 等于 间要性流动负责 和短期兼容负责之和 波动性流动资产 等于间要性流动负责 加上 短期兼容负责 我们说要注意 短期兼容负责 就是我们所讲的 零时性流动负责 那么 这意味着什么 既然波动性流动资产 等于二者的和 那一定意味着 波动性流动资产 是大于什么 波动性流动资产 一定是大于 零时性流动负责 波动性流动资产 大于零时性流动负责 短期资产占有 大于短期资产能源 短期资产占有 还有个资产缺口 要靠长期资本能源来满足 所以这个 遥有资本的筹资策略 肯定是属于什么策略 肯定是属于保守线策略 对吧 正确理由 保守线策略 甲工师策略的保守线 遥有资本筹资策略 对不对 对的 B 甲工师策 遥有低股时的 一变线策略 小于一 对吗 我们前面分析过 对于保守线 遥有资本策略策略 遥有低股时的 一变线策略 我们说是大于一 大于一的 所以选下B是错的 C 甲工师 遥有高峰时的 一变线策略 倒于一 对不对啊 我们说不对 对于一变线策略一变线策略 你有没有波动线流动资产 我们说你没有那个波动线流动资产 没有它 只有什么稳定线流动资产 你既然没有那个波动线流动资产 那自然我们说也不会有波动线流动资产 没有这个波动线流动资产 是不是 可是怎么样 可是呢 根据刚才这个分析 说波动线流动资产 等于 兼页线流动资产 加短期金融资产 是何 它俩的何 说明什么 说明 你波动线流动资产 占有的资金来源 一部分是靠短期金融负责力解决的 一部分是靠 建议性流动负责力解决的 是不是 你既然我们说建议大纪的时候 没有这个波动线流动资产 这不就意味着建议性流动负责 带来的长期资金来源 有一部分就是协制了吗 是不是 因此我们说 这个生产建议大纪有协制之间 指的就是建议性流动负责 自发性流动负责 带来的资金来源 有一部分是协制了 当然是对的 因此这个题正确的选项 那就应当是A和D 下一个题 是一个综合题 这个综合题的思路呢 很好 建议大家呢 掌握他的思路 所以甲工师是一家 化工原料生产企业 生产建议是没有季节性的 生产建议没有季节性 就没有什么延延高峰 没有什么延延低谷 也就是说 无季节性的话 就意味着低谷时 和这场建议情况下是一样的 不从这延延高峰 不从这些袜机 就不从这些延延高峰 所有的 建议性流动资产都是属于什么 稳定性流动资产 是没有波动性流动资产 古多使用 管理用的财务报表分析体系 对公司2021年度的业绩 这些评价 主要的管理用的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2021年 2022年 管理用的资产负责表的数据 一个是建议性流动资产 给你了 说基业区建议性流动负责 建议性流动负责也给你了 他俩的差额 我们说叫建议养养质负责 建议养养质责呢 加上净建议长期资产 这不就是净建议资产吗 那么在我们的题目当中呢 我们说有没有建议性长期负责啊 没有建议性长期负责 所以呢 净建议长期资产 就等于建议性长期资产 短期借款可以了 长期借款可以了 净负责 合计给你了 那么大家一看就知道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是属于我们所讲的金融负责 金融负责就是这两下的合计数 有没有金融资产 没有金融资产 所以金融负责 解决金融资产 净负责 净负责就是金融负责 股本流传收益 还有股多权益合计 净负责的合计数知道了 股多权益合计数知道了 是吧 他俩的合计数 就是净建议资产 接着看 管理用的利润表 管理用的利润表 关于税后金融 净利弱给你了 税后利息也给你了 净利弱也给你了 股多正正考虑成有权益净利率 业绩评价指标 对甲公司这些业绩评价 说2021年的权益净利率 超过了2020年的权益净利率 即四位完成业绩目标了 以至 无风险报酬率是4% 平均风险股票的报酬率为12% 这一看就知道 这讲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 无风险报酬率 4% 平均风险股票报酬率 3% 也就是 私权组合的报酬率 或者叫整个股市的平均报酬率 3% 2020年 权益投资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是16% 权益投资的必要报酬率 我们说一讲到必要报酬率 自然就想到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计算出了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也就是最低报酬率的16% 那你想象一下 回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个必要报酬率知道了 无风险报酬率知道了 整个股市的平均报酬率知道了 那回过头来 反过来 你能不能算出它的 这个β值啊 β系数啊 我们能够算出来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个白产值是个股东权益白产值 是包含有财务风险的一个 有杠杠的白产值 甲公司 税务的企业所得税率是20% 所以为了解化计算 计算相关财务指标的时候 涉及到资产负责表的数据 就使用去各年的年末数 明确提示我们 算财务指标的时候 凡是涉及到资产负责表的数据呢 直接用的是年末数 要求 第一网 采用权益净利率 作为一个评价指标 计算甲公司2022年 2021年的权益净利率 评价甲公司2021年 似乎完成业绩目标 简单不简单 非常的简单 这回到我们教程第二章了 权益净利率等于什么 权益净利率就等于净利用 出于年末的股东权益 刚才 那个管理用的资产负责表 和管理用利用表给你了 股东权益也好 建立弱也好 都是一致的 所以很容易就算出 2020年和2021年的权益净利率 算出来以后 如果说2021年的权益净利率 大于2020年的权益净利率 那不就意味着 完成业绩目标了吗 小一的话就没完成了 第二网 是用管理用的财务报表 分析体系 管理用的 计算影响甲公司2020年 2021年权益净利率高低的 三个驱动因素 定性的去分析 甲公司2021年的 监英管理的业绩 和里程的业绩 师傅得到提高了 这又回到我们教程第二章 有非常重要的内容 先同学们想一想 管理用的综合成员评价体系 核心指标是谁啊 我们说核心指标 就是权益净利率 权益净利率等于什么 我们说等于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加上一个杠杆贡献率 两部分构成 其中我们说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这个指标 是反应经营活动 给你带来的回报 也就是净净考虑经营风险以后 给你带来那个经营管理业绩指标 而杠益贡献率呢 我们的杠益贡献率 是反应什么 反应理财业绩的 或者就反应财务业绩 它是考虑财务风险以后 给你带来的回报 所以你就回到 管理业综合财务评价体系了 那个净经营资产净利率怎么算 很简单 就是由税后经营建利率 除以年末的净经营资产 刚才在管理业资产负责表 管理业务利率表 他说已经给你了 税后经营建利率 还有那年末的净经营资产 所以呢 反而经营管理业绩的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的指标 好容易算 反而理财业绩的尬告贡献率 等于什么 等于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解去税后利息率 他俩的差额 朝一个净财务尬告 净财务尬告就等于 年末的净负责 除以年末股东权 是不是 税后利息率呢 就是由税后利息 除以年末的净负责 所以我们说这三个驱动因素 一个是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一个是税后利息率 一个是净财务尬告贡 这个当然很好刷 关键刷出来以后呢 你要进行定线的分析 一定要搞清楚 反而经营管理业绩的 经营业绩哪个指标 经营经营资产净利率 理财业绩指标 或者叫财务业绩指标的 就是杠杠贡献率 第三问 计刷甲公司 2020年年末 2021年年末的易变协率 分析甲公司 2020年 2021年 采用了哪种 营有资宝的筹字策略 这就和我们这一章 刚刚所讲到的 三种营有资宝筹字策略的判断 就结合起来了 你首先得会计算这个 易变协率 你想一想 这个易变协率 是个摇摇高峰式的 易变协率 还是摇摇低谷式的 易变协率啊 因为它 今天要是无季节限 它不从这摇摇高峰 所以我们说 的易变协率 其实就到同时 计算摇摇低谷式的 易变协率 怎么算 如果 20年到2011年 你要用资宝筹字策略 发生变化了 那么你要用资宝筹字策略 变化 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还得用文字来表达 文字来阐释 所以我们说 这一问呢 比较重要 第二问 当然也比较重要 很好的和第二答 结合起来了 第三问呢 总考察的是 我们第一 十二章的内容 第四问 计算 2021年 股东要求的 变化筹率 提示 需要考虑的 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 这一问也很重要 这一问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教材的 第五章 涉及到权益的白坦值 和资产白坦值 之间的一个转化 就是无尴尬的白坦值 有尴尬的白坦值 怎么去转化 因为根据 因为根据前面的一支条件 我们分析过了 说2020年 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 给你了 无风险力 你知道了 整个公司的平均报酬 你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你是不是可以计算出 2020年的权益白坦值 那2020年资宝结构 当中有负责 这个资宝结构 是基于管理用的 成务报表来讲 资宝结构就是 净负责除股东权益 所以刚才你算出来的 2020年的 那个白坦值 是个权益白坦值 你需要把2020年的 权益白坦值 现在财物杠杆 转化成一个 无杠杆的资产的白坦值 这个资产白坦值 这体现建益人分析 这个公司呢 我们说 2020年到2021年 建益分析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这个2020年的 资产白坦值 也就是2021年的 资产白坦值 然后呢 再把这个资产的白坦值 按照2021年的 资本建构 给的价值成无杠杆 就转化成了2021年的 权益的白坦值 然后对于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 就算出来2021年的 股东要求的必要报仇率 所以我们说 这一枚的思路也非常好 这涉及到第五章 因此这个题呢 涉及到 第二章 第五章 和第十二章那种结合 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有助于开脱大家的思路 下边呢 我们一起结合参考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问 很简单 2020年的权益建立率是16% 2021年的权益建立率是17.8% 既然2021年的权益建立率 高于2020年的权益建立率 所以我们说 2021年完成了业绩目标 第二问 是由管理用的财务报表体系呢 我们要算一下 影响权益建立率高低的那三个因素指标 三个因素指标 一个是净建立资产建立率 很简单 税后监益建立率 除以年末的净建立资产 20年算出了13.2% 21年算出了13.2% 这两年的净建立资产建立率 是一样的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经营管理业绩 没有提高 没发生变化 然后再看 2020年的税后利息率 9% 2021年税后利息率 8.6% 2020年的建材物尬杆 和2021年的建材物尬杆 都算出来了 其中呢 2021年的建材物尬杆 和2020年的建材物尬杆 相比较 建材物尬杆提高了 尬杆提高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财务风险就增加了 经营风险是没有变化 正是因为经营风险没有变化 所以按照风险和报酬 对待严者 经营管理的业绩就没有变化 所以刚才算出了 2020年和2021年的 建材物资产建立率一样 其实背后就意味着 经营业绩没变 经营活动跟代理的 报酬率没变 说明它的风险就没变 经营风险没发生变化 但是呢 我们说由于 2021年和2020年相比较 净财务尬杆提高了 尬杆提高了 财务风险增加了 那么你的理财业绩 受税后利息率 和什么 和净财务尬杆的影响 会发生变化 先大家看 说反应经营管理业绩的指标 是哪个指标 是净经营资产建立率 与2020年相比较 2021年的净经营资产建立率 并没有提高 所以 2021年的经营管理业绩呢 没有提高 那么反应理财业绩的 哪个指标呢 是杠杠贡献率 2020年的尬杆贡献率 就是用 净经营资产建立率 解决税后利息率 成为建财务尬杆 20年尬杆贡献率 是2.8亿 21年的尬杆贡献率 是4.6% 由此可见 2021年的尬杆贡献率 比2020年提高了 尬杆贡献率变大了 所以我们说 你的理财业绩提高了 第三个 2020年的易变线率 易变线率刚才跟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企业是不从这季节先忘记 不从这间要忘记 所以的易变线率呢 就不从这什么高峰时的易变线率 那这有什么 这有严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因为我们说没有瓦机 所以提木大众给出来的 这样一些流动资产呢 我们说全部都是稳定性流动资产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 这个时候算出的易变线率 相当于是我们所讲的 有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因为易变线率计算就剩两个嘛 一个是高峰时的 一个低股时的 你不从这间要忘记 就不从这什么 有严高峰时的易变线率 是不是 所以心里头清楚 这个易变线率 到头是 有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2020年的易变线率 算出了多少一 2021年的易变线率 也很简单 算出了等于0.67 所以由于2020年 有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等于一 而2021年的易变线率 就有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小语 所以 2020年 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 有严有资报筹制策略呢 你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以由于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如果等于1的话 说明你采用的是 四中型策略 如果你的易变线率 如果是小语的话 说明你是极尽性策略 如果 有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大于1的话 说明你是 保守型 有严有资报筹制策略 所以我们说 根据有严低股时的易变线率 直接我们就可以判断 你是哪一种 有资报筹制策略 是不是 所以 这个题 这一半 思路非常好 那么同时还要看一下 说2020年 要有资报筹制策略是四中型的 21年呢 毕业成了极尽性了 你想一想 极尽性策略策略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 我们说极尽性策略策略 特点 我们给大家总结过 极尽性策略策略 就叫资报贞报 而四中型策略之下呢 我们的资报 风险和收益都是失踪的 而极尽性策略 相对于四中型策略来讲 我们的贞报 加低了 风险增加了 收益也增加 当然在表述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按照我们参考答案这种表达方式 也可以呢 直接就用我们刚才所讲的结论 说在极限性策略之下 它的特征是什么 低成本 高风险 高收益 因此和四多型策略相比较呢 我们说成本加低了 风险增加了 收益也增加 那么请大家看参考答案 讲得更详细一些 所以一方面 由于短期兼容负责的资本藏宝 是低于长期负责和股东权益的藏宝 这不是我们前面解释过吗 短期资金藏宝 当然是小于长期资金藏宝 而在极限性策略之下呢 我们的短期资金来源 在资金结构当中 占的比重呢 比较大 所以我们说 汇市企业的资金藏宝 或者叫资本藏宝会加低 但是由于呢 短期 兼容负责 也就是零食线流动负责 占比提高了 所以短期查证压力大了 财务风险增加了 另外一个方面 所以你把呢 通过短期交流负责 筹集到短期之间 用于满足什么 满足了 建议性长期资产的占用了 而建议性长期资产 是不容易便携的 流动性差 所以我们说它的风险大 这个风险 就是指流动性风险 或者叫变性风险大 而风险和收益对待 风险大 收益就高 收益就高 所以呢 我们说这种 养有资宝策略的变化 就带来什么 就带来了企业 理财收益的增加 理财收益 为什么增加 原因呢 就在于 就在于 你的财务风险增加了 因为你的资本结构 或者资金结构 发生变化 财务风险增加 所以想要的 你的财务业绩 或者叫理财业绩 就增加了 这是给你建议一个解释 第一 四万 说2020年的 必要报酬率 就当于无风险利率 加上权益的白产值 成于整个股市的 平均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差额 根据这个公设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2020年的 权益白产值到1.5 就2020年 有尬尬的白产值是1.5 然后怎么样 我们说 你给他卸财财务尬尬 卸财务尬尬 转化成一个资产的白产值 资产白产值 是体现金融风险的 20年和21年的金融风险 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也就到同一 卸财务尬尬尬尬 以后呢 算出了2021年的资产白产值 就吴尬尬的白塔只是一 那么请你看 这个首先我们说 现在财务尬尬的时候 你看一下资本结构 2020年的资本结构 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资本结构 是基于管理由财务报表来讲的 所以资本结构呢 就是指净负债八千万 除了什么股东权益 一亿两千万 现在财务尬尬尬以后 资产的白塔值等于 然后2021年的权益的白塔值 就是把高尔者的资产白塔值 按照2021年的资本结构 给加财务尬尬尬尬 2021年的资本结构 打算净负债等于股东权益 都等于一亿两千五百万 是吧 加财尬尬尬尬尬尬以后 算出了2021年的权益白塔值 1.75 然后你把1.75的权益白塔值 带入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就算出了2021年的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了 所以我们说这一望呢 也是非常巧妙的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请大家呢 把这个题做一个重点 特别是注意一下 第二望 第三望和第四望 非常的好 思路非常好 请大家认真思考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关于第一个考点 涉及到的有关内容